好 同学们 我们今天来学习论语第四篇的第三句 子曰 为忍者能耗忍 能误忍 从这个字词没有什么值得解释的 在讲这句话之前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在哪一种情况下 短的会比长的长 同样道理 丑的会比美的美 愚笨的会比聪明的聪明 平庸的会比高贵的高贵呢 懒惰的比勤劳的还勤劳 大家说有这种情况吗 那么是不是好像一个急转弯一样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可以给一个答案 就是当你这个标准出错误的时候 那么自然而然这一切都会颠倒了 那么事实上我们去判断一件事物或者一个人 如果呢 你这个判断者本身他的标准出错了 自然而然你就不可能看清楚你所判断的事物或者人 其实人好像对自己都特别的自信 说起来都是假 我这个人看人最准了 最容易识别别人是好是坏 他的性格怎么样了 实际上程度不一 我们为什么说 人人 你看这用的是为人者 只有人者 为什么是只有人者他才能够好人 误人才能够判断的清楚人呢 是因为他没有麻木不仁 他这个人心非常的完整 没有受到一点影响 以前何帝赐彭城王写了一个诏书 夸这个彭城王 说为人人能好人能误人 那么贵人者所好物得其忠也什么意思呢 他就对这个为人人能好人能误人做了一个解释 说人者为什么能这样 是因为人者他能得忠 他没有受到情绪的影响 没有受到自己的偏见的影响 准心非常的准 走的是中道 所以能够看得清楚人 就是自己没有私欲 没有私欲呢 就好像一面镜子 这个镜子上没有被灰尘污染 你照样东西 不是哈哈镜 是真正的一面镜子 那么你站到这个镜子的面前 如果它没有被污染的话 没有变形的话 你是个什么样子 镜子里透出来就是个什么样子 那么一点也不会错 所以说呢 没有私欲遮蔽 你就会好善善勿恶 对好的东西 对吧 自然的喜欢 对不好的东西 自然的厌恶 所以说每个人如果不受这个恐怖啊 不受这些欲望啊 这些冲动啊 等等影响你自己心绪的话 你不失其正的话 那么这个尺子 你内心的标准没有偏移的话 那当然就能够照出这个事物 是好还是坏 在圣经马太福音里边 他讲 为什么你只看到你兄弟眼中的刺 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呢 你光看到人家眼中里有个刺 可是你不知道 恰恰是因为你的眼睛里 你比人家的刺大多 你是一个大木头 所以大多数人的善恶判断 底下有深层的一个自欺的机制 所以很难讲 有的时候你批评人家 是不是因为嫉妒呢 或者说有的时候 你的狂欢 对吧 或者说你非得非常严厉的 是不是隐藏了你也想去做的一个动静呢 都很难讲 很难讲 所以我们必须不断的反思自己 那么另外呢 我觉得还有个意思啊 就是为人人能好人能误人 就只有人人呢 除了判断人以外 还有就是他才能真正的去爱一个人 我想爱人呢 莫过于其子 就爱自己的孩子 可是呢 我们看到天下多少父母 去浇灌自己的孩子 那么对孩子非常严厉呢 我也往往是把自己的欲望 投射到孩子身上 让孩子帮自己去实现自己 慰尽的那些 那些失望 那些梦想 所以说 不管你言还是松 你真正的能够爱一个你的孩子吗 包括误人 比如说 有人跟你有仇 孔子讲 以德报德 以执抱怨 这个后边我们会讲 人家对你有恩德 我当然要报之以恩德 可是如果他对你有仇 他跟你有仇 你怎么对待他 正好落到你手上了 你怎么办 孔子讲的是 以执抱怨 我仍然按照原则来对待他 我们不是说 我以德报怨 不是以德报怨了 我就是以执 我该怎么对待他 怎么对待他 按照规定来 对吧 所以说 为仁者能耗人 能误人 而这里呢 并不是 如果不仁的话 麻木不仁 一个是无法判断 第二个 你在行为上 难免就会失去准则 所以说 这句话呢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 我就是讲 仁者是把好尺子